真的无语,杜峰爱将赛后忍不住吐槽,这话让身边的杜指导怎么想,北京时间9月14日,拿篮88-92输给黎巴嫩的比赛已经结束,赛后主帅杜峰带着爱将周鹏接受了采访,采访石蓝队的队长周鹏谈到了最后一次进攻,他也很无奈地表示,可能是远球不站在自己这边。 当被问到关键的三分球时,周鹏很无奈地开口,最后一个球,怎么说呢?我觉得自己的处理没有问题,只能说运气不在我这边,虽然打得不是特别完美,但我们都很努力,毕竟我们这只队伍有很多年轻球员,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成长,我们收获了很多经验,我们不会气馁,还会继续努力,与其说是开口,不如说是在吐槽。 周鹏本来有机会成为蓝队的英雄,结果他的三分被自己的教练给喊没了,这让他怎么办? 事实上,周鹏全场11中期拿下22分504个助攻,他是真的已经尽力了,但当你的三分被自己人暂停喊没了的时候,这确实很沮丧,难怪当时周鹏直接躺在了地上。 A-X-Z